专载自百交号作者 无碍运动的最近的亚运会上 中国蓝蓝红队以82比80写胜了有克拉克森的菲律宾队 拿到了比赛的开门红 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了姚明改革的一些效果 这也让我们更期待单红蓝两队结合在一起时 这支国家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据饶名趁中国蓝蓝将在今年年底进行合并 为2019年的蓝蓝世界杯做准备 那么 在合并之后 由着五人组成的先发阵容 能够打进蓝蓝世界杯的八强吗 中锋 周琪 在NBA中经过一年的历练 周琪的身体素质 比起之前好了太多了 而且篮球技术也是大大的提高 在对阵菲律宾的比赛中周一人就拿下了25分12.7毛的数据 统治了全场 现在的周琪打起球来更加自信了 敢要求 敢对抗 更有火箭出品的三分能力 按着趋势发展下去 周琪极有可能成为亚洲最强中锋了 大前锋 易建联 阿联的实力 无庸俊仪 现在依然是中国队的老大哥 他的身体素质是完全能够和NBA球员相对抗的 最近有媒体晒出阿联的训练照 他的身体比之前更强壮了 虽然当明年世界杯阿联已经32岁了 但是阿联在大前锋这个位置 依然还有极致威胁力的 小前锋 丁燕宇航 两届CBA的NVP得主 小丁的技术也是非常不错的 他是一个敢于冲杀戒内线造杀伤的球员 打球充满着激情 这 这个夏天他也收到了NBA的合同 经过一年时间的训练 相信小丁的技术会有非常高的成长 在明年的世界杯中必将成为脑拔锋利的刀 不过小丁受伤比较频繁 希望能够早日康复 分位 郭艾伦 大侄子的得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经常可以看见他表演一条龙反击的情形 有了郭艾伦的转换 中国队在进攻方面 也会有更多的招数 而且 在控球上 郭艾伦也是很强的 至少不会出现被钉绑到半场都过不了的情况 空爱 赵继伟 在最近 赵继伟在训练法上受伤 而他的这一伤 让红队在控背这个位置上显得有点紧张 球队的整个配合也没有那么流畅 赵继伟的组织能力非常的强 而且还很稳 球交到他手上 还是可以非常让人放心的 他和郭艾伦的后场组合 相信 可以让人眼前一亮 这样的阵容在亚洲上可以说是非常强了 除了澳大利亚可能打不过之外 其他的球队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在世界背上 遇到美国队或者西班牙队 这种强队 我们就不要抱有幻想了 但是面对一些世界二到三流球队 中国队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至于能不能取胜 就得见识的临场发挥了 要打进世界背八强 还是有那么一丝机会的 你们觉得呢 持幻想的 初期应该刚使识地